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配合保护以色列间谍的英勇行为 展示了他对上帝的敬畏和追求 从而成功实现了他人生的逆袭 那核的故事强调了信仰的力量 由于他的行为和对上帝的仰慕 不仅保全了他全家人的生命和财产 而且全家都规划成了犹太人 更使他自己得着了无上的荣耀 成为了耶稣基督家谱中的女人 这个地位可不得了 说到这里我想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 耶稣家谱中的另外三个女人 在马太福音中耶稣的家谱中提到了四个女人 这四个女人身份地位背景天差地别 但她们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 就是在人们的眼中这四个女人都不完美 甚至还很离谱 那除了妓女出身的外邦人拿和之外 那另外三个是谁呢 由于耶稣基督的祖谱是来自以色列的第四子 就是四个犹大 其实就是实际继承人 这在我们以前的节目中介绍过 因此第一位出现在耶稣家谱里的女人 是犹大的媳妇 名叫他玛 她本来是犹大长子的老婆 但因为她的老公生活糜烂很不靠谱 因此不受老天爷的待见 也生不出小孩并很早就死了 于是按照犹太人的习俗 他们应该由老公的弟弟负责 与他同房 以延续家族血脉 想不到他这个小叔子 更不靠谱 只知道占他的便宜 却不愿意承担义务 竟然在与他同房的时候 采取了避孕的手段 结果也被上帝给废了 之后的故事 在人们看来就更离谱了 这个他妈乔装成妓女 又是一个妓女 与他公公有大同房 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从而得以延续家族的血脉 那么可见当时的习俗 女人为了生孩子 可真是不惜一切代价 但要说明的是 这个他妈的行为 是符合当时的犹太法规的 他妈的故事展示了 在当时的文化和律法背景下 女性通过不一样的手段 争取正义和继承权 这也显示出上帝的救赎计划 能够包容复杂的人类历史 还是那句话 我们研判历史人物 必须穿越时空 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探索答案 那么另外第二个女人在圣经中单读成书 就是路德记中的路德 那么这个路德是一位摩押女子 她在丈夫去世后 选择跟随婆婆拿尔米回到了以色列 她以她的忠诚和爱心 赢得了以色列人波阿斯的心 那么这个波阿斯是谁呢 就是喇合的亲生儿子 外邦人的媳妇路德成为了她的妻子 并最终成为了千古一帝大魏王的真祖母 这个命运可有多神奇 那么最后一个女人 在信徒们的眼中就更不堪了 就是著名的在房顶上洗澡的美妇 巴斯巴这个巴斯巴有点像杨贵妃 那个巴斯巴是大魏手下大将乌利亚的妻子 她与大魏的故事 后面我们讲大魏时肯定会详细的讲 她与大魏王的这种不伦的关系 导致乌利亚的被谋害 后来巴斯巴成为了大魏的正式妻子 并生下了所罗门王 这个巴斯巴这个女人 可以说是圣经中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 那绝对是小三上位的典型案例 但从上帝视角看 却并非这么简单 而是反映了罪和悔改的主题 她被纳入家谱 凸显了上帝恩典的救赎和纠错的力量 即使在人类的失败中也是如此 这四个在耶稣家谱中的女人故事 各自展示了人类历史中复杂和不完美的元素 同时也强调了上帝的救赎和恩典 是如何在这些境况中得以彰显的 他们的存在表明 耶稣的来临是为了所有愿意悔改认罪 并信仰上帝 坚信耶稣基督救赎的人 不论其背景和过去 就如前面我们引述耶稣的话 我来本不是遭义人悔改 乃是遭罪人悔改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耶利哥之战 在这之前 他依然请好朋友们多多帮忙 点赞评论转发 并按下订阅键 谢谢大家 那么话说 以色列人在开始他们奇特的耶利哥 完成大游行之前 有三件事情必须要完成 一是搞间谍活动 摸清敌人的弱点 二是必须渡过约旦河 第三还要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 就是给新一代人举行割礼 这可是以色列人在承受上帝的恩赐前 必须完成的标志性任务 否则我们之前说过 即便如摩西般顶级的属灵人物 都差一点被上帝给废了 那么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已经说了 第二件事过约旦河呢 又是一件流传千古的神迹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过河的方式 又和他们过红海一样 是走着过去的 区别在于 那次是出埃及 并被法老的追兵撵着走 而这一次呢 是为了进入应许之地 抬着上帝的约会 满怀期待和感恩之心 主动跨过约旦河 其意义完全不同 我们看圣经记载 约书亚清早起来 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 来到约旦河 就住在那里 等候过河 过了三天 官长走遍营中 吩咐百姓说 你们看见耶和华 你们神的约会 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 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 跟着约会去 只是你们和约会 相离要两千走 不可与约会相近 使你们知道 所当走的路 因为这条路 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自节 因为明天 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歧视 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 你们抬起约会在百姓前头过去 于是他们抬起约会在百姓前头走 这里我们来介绍一下约会 上帝的约会 又称为圣约会 是古代以色列人最神圣的宗教器物之一 根据圣经的记载 约会是由摩西在西奈山上 按照上帝的指示制造的 是一个长约1.1米 宽约0.7米 高0.7米的木箱子 外面杜有纯金 它的顶部有一个称为 施恩宝座的金盖 这个施恩座的两端 有两个精致的纪录膊 就是天使 他们的翅膀向前伸展 彼此相对 遮掩着施恩座 那么约会象征着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象征 代表了上帝的同在和荣耀 它被视为上帝与以色列人交流的重要平台 如同我们现在即使远隔万里 只要有共同的社交软件 就可以轻松交流的意思差不多 那约会不能是空箱子 是吧 里面有什么呢 放着什么宝贝呢 约会里的确保存着几件神圣的物品 这里面主要是包括十戒的伐板 这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律伐 而且由上帝亲自书写 还有就是亚伦那根发了牙的杖 也是上帝的法杖 还有一罐上帝在旷野中供给以色列人的食物 玛纳 那么这几样宝贝都不得了 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恩赐 象征着神的公义与拯救 自从约会做成以后 这个以色列人在信仰生活和军事实践两方面就完全离不开他了 信仰方面大家都能理解 难道打仗还能靠他吗 对 从度过约旦河期 以色列人就开创了打仗的全新模式 凡是打仗 让约会先上 让约会的威力先飞一会 敌人往往被上帝的约会给威慑的灵魂出敲了 神志恍惚时 以色列大军在一个冲锋搞定战斗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大军 抬着约会围绕着耶利哥城示威游行的事件 那么在以色列人对上帝虔诚和顺服的时期 靠这个模式真是百事百灵 以色列人百战百胜 而当他们悖逆与拜其他偶像时 那么这一招非但不管用 而且会招来灭顶之灾 正应了那句属语 信则灵 不信则王 后来搞得他们的敌人都知道了 都来抢他们的约会 但结果都是引火烧身 他们始终没搞明白 这个约会本身并无法力 一切力量来自于他所代表的上帝法则 敬畏信仰并顺服上帝 才是战胜一切挑战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这个约会呢 平时被放置在会幕中 打仗的时候就被抬出来了 而且是抬在队伍的最前面 至少超前九百米 就是上面经文规定的这个两千走 一走呢大约是零点四五米 而且约会呢必须由捷径的祭司抬着 就是立位家族的成员 其他人一碰约会就得死 无论你出于什么动机 那么在旧约中啊 就有一个人因靠近约会而死的案例 这个事件呢发生在撒末尔记下第六章 这个人啊名叫乌萨 事件发生时 大魏王呢正好要将约会 从激烈耶林运往耶路撒人 当约会被放在一辆新的牛车上运输时 这个牛呢就突然牛失前提 这个约会啊似乎就要倒下来了 乌萨为了防止约会掉落 伸手扶住了约会 尽管他的行为可能呢是出于好意 但触摸约会是被严格禁止的 因此他立刻就被约会击杀了 那大家说这个上帝也太不尽人情了吧 人家是好心罪不自死啊 其实呢这样的想法呢是混淆了概念 人的愿望与法则的混淆 就像你不会游泳见人落水 奋不顾身的见义勇威 跳入水中救人 结果壮烈牺牲 你不能说河水怎么这样不讲道理啊 这么好一个人 您怎么能忍心淹死他呢 说自然法则呢大家都很明白 一说到上帝法则 大家呢就会犯糊涂 实际上啊 大家还是将上帝 看成了与我们一样的人 而忽略了上帝本身的属性 神是圣洁公义法则与宽恕爱本性的本体 如同宇宙法则啊 主宰着万有是一个道理 回过来说约贵 后期呢在所罗门王时代 圣殿建成后 那么这个约贵就被安置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内 后来呢有几次约贵被敌对民族 卢走或失踪的情况 最后的下落啊 在圣经后期的书卷中没有明确提到 这使得约贵成为了一个神秘的遗物 至今仍有许多传说和猜测 而且这个约贵啊 在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象征意义 它代表着神圣神的约定和神的同在 在我们现今的文化中 约贵呢也被许多文学作品 影视剧和学术研究提及 就如同著名的电影夺宝奇兵中 就涉及约贵的主题 是吧那个哈利森福特主演的 好以色列人当时就抬着约贵 与过红海一样河水那被断流 他们走着向应取之地前进 我们看圣经记载 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贵河的时候 台约贵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 他们到了约贵河脚一露水 原来约贵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 便在极远之地 沙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 立起成雷 那往亚拉巴的海 就是沿海 下流的水全然断绝 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 台耶和华约贵的祭司在约贵河中的干地上暂定 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 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贵河 那么过了约贵河之后 以色列人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吉甲 这个地方也具有很高的宗教历史地位 在圣经中是一个多次被提到的地名 主要出现在旧约中 那么在约苏亚记中 吉甲是提到最多的地方之一 主要集中在约苏亚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应许之地的叙述中 大约出现了14次 在撒姆尔纪上下两本书 及《四诗记河西亚书》和《阿摩斯书》中 吉甲都被提到过 他在圣经中总共出现了39次左右 与圣经旧约的39本书遥相呼应 那么圣经里出现的数字都是有意思的 现在还有很多圣经研究 专注于圣经数字密码的研究 那么吉甲位于今天的约旦河古附近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般认为 吉甲的位置可能在今天的以色列境内 具体位于约旦河以西 耶利哥市以北的区域 虽然确切位置仍存在争议 但一些以色列考古遗址被认为 可能与圣经中的吉甲相对应 吉甲之所以如此重要 一方面他是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 进入应许之地后首次安营扎摘的地方 他们十二支派还各自立了一块石碑 共十二块石碑来纪念宣示神的应许 和他们对应许之地的主权 这里也是他们进攻迦南地的大本营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吉甲的意义就更是重要了 因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 在这里完成了他们最最重要的身份识别系统 也就是完成了割礼 至此一切准备工作顺利完成了 绕耶利哥城的大型示威游行活动正式展开 下一讲我们精彩继续 请喜欢的朋友们点赞评论转发订阅本节目 谢谢大家的观赏